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菲尼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牧羊人朝拜耶稣》 全心节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经上记着书 在至高之处荣耀贵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贵于他所喜悦的人 今天的信息是 我们敬拜那位引导我们的上帝 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送给你的那个人说多谢? 我希望你有多谢 全住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 半夜醒来的牧羊人 对于他们刚才所看到的一切 仍然觉得很惊讶 来报好消息的天使诗歌团已经离开了 他们所分享的消息很震撼人心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 他就是那位微赛亚主耶稣 你们要找那个包着布的 躺在马槽里的婴儿 这个就是记号 会不会是真的? 他们会不会找到那位微赛亚? 那位就是附近诞生的救主 众所周知,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城 那位距离牧羊人荒洋的地方近在止尺 但为什么微赛亚会躺在马槽里? 就像天使所说的 马槽?怎么会是这样的? 全人类的救主,微赛亚 真的可能变成一个小婴儿来到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通常会用一块很柔软的布包着 让他觉得很舒适、很温暖 但一般来说,小婴儿也是躺在屋里的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不如我们一起亲自去伯利恒探究竟 其中一个牧羊人就说 上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另一个牧羊人说 我们非常肯定,他们一定是天使 我也认为我们应该亲自去看看 所以在半夜三更 牧羊人就马上跑去伯利恒 夜深人静的夜晚,所有人都睡得很坏 牧羊人就在一个马鹏里找到天使所说的 一个包裹着布的小婴孩,睡在马槽里 他们是如何找到耶稣降生的这个马鹏? 没错,一定是上帝引导他们来这里 当他们找到的时候 他们说给BB的爸爸妈妈听 关于天使的到访 那些天使唱出美妙的赞美诗 在至高至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牧羊人就在马槽边安静地跪拜这位舅主 BB的父母也在一边看着这一切发生 时间过得很快 牧羊人是时候回到羊群那里 他们收不到心里的喜悦,很想和人分享 他们在离开城的路上,不停和人说他们遇到的事 他们分享天使到访的事,和将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上帝 他们向人们述书睡在马槽里的小婴孩 还有上帝给他们的信息 约瑟和玛利亚很感恩他们的到来 他们邀请牧羊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约瑟和玛利亚都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觉得很惊讶 是上帝亲自引领这些牧羊人 上帝也会带领约瑟和玛利亚 养育上帝赐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那一晚的经历令到牧羊人永生难忘 亲眼见证着预言的应验 对于玛利亚来说,一样是如此难忘 圣经说她将这一切的事 传在心里反覆思想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